全除新冠肺炎重灾区美国疫苗接种计划迎来新的里程碑 疫苗接种星期四突破五千万剂 距离美国总统拜登定下的目标完成一半 尽管美国疫情在开启疫苗接种马拉松后开始趋缓 不过拜登强调目前还不到松懈的时候 美国人必须时刻谨记防疫 拜登星期四在白宫亲自见证疫苗接种突破五千万剂的仪式时指出 他在上任三十七天达成一半的目标 比预定的时间提前了几个星期 他强调目前美国已经朝向正确的方向前进 为了纪念美国疫苗接种进度达到新的里程碑 共有四人在拜登和副总统贺锦丽的见证下 完成疫苗接种 他们分别是一名小学辅导员 杂货店雇员和两名消防员